文化一定和你的生活最息息相關 那為什麼它叫文化 因為它已經成為我們基本上的選項 已經變成我們生命或者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以台灣文化來說 我會說大家先看自己生活中最常接觸的東西 那就是我們的文化 便利點文化 夾娃娃文化 中午吃便當的文化 這些東西都是最好推廣和行銷的 然後你還要愛上你自己的文化 你要真實的接受自己 接受自己的文化 接受自己的好處長處短處 你才有辦法推廣給人家 任何的推銷最後都回到你是不是真正喜愛 你要這個人很有梗 人家才覺得你這是真的好東西 我叫林立青 我基本上是一個現在以作家為主的身份 那我出生是工地的監工 就是所謂現場工程師 待了十年之後開始書寫第一本書做工的人 那這本書書寫之後就生活起了一點變化 第一個就是它賣得很好 然後銷售不錯引發很多的討論 那我就開始選擇要不要繼續寫下一本書 那我在今年2018的時候出了第二本書 如此人生 那我現在就處於一個 正在想接下來人生要做什麼事的狀態 因為好像最近有個流行名詞要寫幹嘛 就是指你好像有兩種身份 你都可以切換 然後造成你個人有沒有 生活可以找到平衡 那我可能還在找那個平衡 沒有那個時候都還玩 基本上我在讀書的時候 基本上沒有什麼想過要做什麼事情 就是那個時代開始流行 第一個是天堂 然後龍族 然後什麼魔力寶貝RO 我們都會打線上遊戲 你現在看到你利清利清兩個字是筆名 就是把禁字拆開來用的結果 就會取個ID什麼利清 職業利清 弓箭射手利清這種的 那玩的時候玩久了之後 你就會畢竟玩到不知道幹嘛 你就看看接下來做什麼 就最後變成監工了 因為圖目工程系 畢竟你拿的是私立科大圖目系的 學生文憑有沒有 你還是做圖目收入比較高一點點 因為你剛剛問說我讀書的時候 其實我並沒有很喜歡讀書 就是我覺得在學校的時候 教育是一件很悶的事情 就被綁在那裡 然後你很無聊 那我們那個時候很喜歡去圖書館借書 就會去圖書館看書 為什麼因為你沒有錢去看電影 你沒有那麼多錢 每天打網咖 翹課之類的 所以你就在圖書館裡面找書看 那我的母校因為那個時候進了很多的書籍 要買很多新書才能升格 技術學院科技大學 所以就在那邊看書 我看了蠻多的書是因為 不知道要怎麼殺時間而去的 那像我在上課的時候 其實對這些科目也沒什麼興趣 有很多學科是被淡過 比如物理啦 英文啦 真的讀起來就是沒有FU 你就是不怎麼想要去讀 可是你還是得過 你就 翹久了之後乾脆就不要上了 我就會翹很多的課 跑到圖書館裡面去看自己喜歡看的書 我是不怎麼乖的學生 簡單來說就是那個時候 我有一個特殊能力 就是我寫作速度非常的快 就是一堂課老師有時候會說 我們下個禮拜要開始寫作文 那我就會開始搜 一個人搜一百塊兩百塊 那我可以在一堂課裡面寫四篇作文 就可以賣掉三百塊 晚上要帶著朋友去吃鹹酥雞之類的 那是因為我寫作速度很快 因為一千字對我來說超簡單的 尤其你命題是做 老師有時候題目都講好了 你就什麼起航 你就我們人生要起航 或者是你想搞笑一下 就寫會拋錨之類的 你就抓那個點 然後兩三個觀點 你就把它寫完 那因為略度量大的結果是 你的腦海裡面有一些類似範文會出現 比如說台灣作家寫過什麼 我那個時候因為 通常進了一批台灣經典文學作家 看久了你就大概知道人家會怎麼寫 那我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我覺得老師是知道的 我倒是覺得那個時候老師是知道 是同一個人寫的 但是就是寫的也沒什麼了不起的 就是反正你有教就好那種態度 那切換三個角度是很正常 就是寫作的時候多換不同角度 你可以看出不同的觀點 那你就把字數拼拼拼拼 反正讀書的時候那種作文就是 字數塞滿分數就會比較高了 對 因為你待了十年的工地現場 你會自然有一些比較懂的東西 比如說工具的工地名稱 那這種東西其實對我們每天在講的人來說 就是那個吹風的 就是那個拉管前的 可是一般人不大理解他就會卻步 那我之所以會顯示 因為一開始在網路上等人家吵架 就是很多人都看不懂工地 他們就說旁邊的工地吵死了 為什麼都凌晨坐 晚上坐 為什麼塵土飛揚 我就開始不爽 你們都亂寫一通 亂講一通 那個之所以要避開 有沒有 時間要錯開 是因為怕中暑 所以有時候要比較早 有時候要比較晚 那我就開始跟網路上 網民吵架 你知道 所有人到網路上都會變酸民 那你也不用擔心 我那時候就開始戰 到現在我的臉書 還是一天都晚在開戰 那戰久了就會發現戰沒有用 你嗆這些人 就算你嗆爆他 他也只是不理你而已 你應該發揮更積極性的作用 那我就開始想說 你們不懂會寫到你們懂好了 我就開始寫工地的結冰水 八家醬 你打架要用幾號乾淨打比較有力 那寫久了之後 你就會發現 他們真的喜歡這樣的文字 或者是這些東西 讓別人看得懂才有用 我就開始書寫了 大家就會覺得公廟文化並不好 但是事實上公廟文化是信仰中心 你只要看是信仰中心 不管他是基督教還是 伊斯蘭有沒有 還是台灣傳統的佛道混合 他第一個特點就是 來者不拒 你只要願意來 他基本上是歡迎你的 歡迎你理解 歡迎你看 第二個他畢竟他是一個信仰 所以他要表現出他是善你的 所以你投入裡面之後 你會做出一些和他互動 或融合的表現 那你說八家醬他們為什麼去公廟 因為公廟最容易最親近 從小習慣那個儀式和文化 所以他們會融入在裡面 那不懂的會覺得這些人 都刺龍刺鳳很兇啊什麼的 那是因為你沒有接觸 你不知道他們怎麼樣相處 怎麼樣應對 那我 因為在公地現場 天天他們混在一起嘛 就開口閉口 都是一些聚前語助詞 聚墨發語詞 聚前發語詞 聚墨語助詞 這些髒話一天到晚發出來 那是已經習慣了 那對我們來說根本沒有差 所以我就會用一個 你們不懂 可是我比較懂 我知道怎麼跟他們相處 我知道怎麼跟他們應對 我知道在廟會裡面的時候 怎麼樣偏吃偏喝 這種狀況之下 我就可以用很特別的觀點 去等大家提 不是大家所看到的 大家去 畫的陣頭都是壞孩子 它裡面有很多細微的 不同於一般人的相處模式 比如說我裡面最特別有來的 就是那些酒店小姐 還有那些性工作者 那他們怎麼來的 因為第一本書我寫了私倉 我寫了像是長期的性工作者 或者是外籍的陪酒的茶室女性 但當我寫完第一本書的時候 就有人問我說 你為什麼不寫年輕的女生 年輕女性才是性消費市場上 最大的主力大眾 那我就說 你身為一個男性作家 最快的方法就說 我不知道怎麼去找就好了 對嘛 這樣最好推掉 然後大家說 我覺得寫那個太麻煩 而且沒有生活理解 沒有詳細的 沒有長時間相處 你不能寫好 那於是他們就自己找上我了 說讓我們來 你來不要跟我們一起去唱歌之類的 那我就開始看 他們喜歡去哪裡唱歌 長安東的那些 長安東那邊的那個錢櫃 或者你知不知道 中條通最好吃的麵攤是哪一家 酒店小姐他們都會去哪裡叫外送 茶室裡面有一些炒飯啊 熱炒 他們只賣了茶室 他連店裡面 連椅子坐的地方都沒有 就買 炒啊馬上送 那相處一段時間之後 我甚至會去他們的宿舍 他們住的地方 你知道當你今天是 比如說做酒店的 那你一個人住是很危險的 你有四五個姊妹住在一起 你會覺得比較安全 大家互相cover 互相聯繫 交換情報 都比較有利 那我就開始因為這個原因接觸 這是他們自己跑來的故事 可是這也是還在書寫持續的故 為什麼 因為我他們的情感還沒有斷 還在持續的吵著說 接下來聖誕趴 他們又要開始買很爛的服裝 然後在不同的地方取悅他們的客人之類的 那這種東西就是 我原本沒有預計我會寫這些 可是因為第一本書出來了 他們自己找上我 藥酒文化是我一直都覺得 明明大家都知道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拿出來在書裡面寫 然後也不會出現在影劇文化裡面 所有人都知道你直接 今天如果我和你要喝飲料喝咖啡 我們會一人買一杯 只有我在買保利達比 像325S比的時候 你會買人家送你塑膠杯 問你要套什麼飲料喝 那個套你仔細想一下 其實我們早就接觸這種東西了 你去說我街拍的夜店裡面 那個野隔炸彈就是德國人喝的保利達比 對啊 那德國人喝的保利達比 為什麼德國人喝的保利達比 會在酒吧裡面變得很高級 然後我們自己喝的保利達比 就好我們比較粗俗 我就是因為這個覺得怪怪的 然後就開始寫 你仔細想一下野隔炸彈 對啊那就是德國人喝的保利達比要酒 酒精湧度還比我們高 可是它變成夜店裡面經典款 對那我那個時候說好 讓我來寫 那我寫著寫著的時候 有更多有趣的觀點 比如說養命酒這種東西 你覺得很高級 它不過就是 婦女在晚上喝的嘛 那大家可能不知道 30年前的保利達比 是標版孕婦也可以喝的 那是滋補強生的 氨基酸很濃的 很純的一款飲料 那可是現在感覺是勞工專屬 我就覺得說 或許我把它 我們怎麼喝它 我們怎麼使用它 我們怎麼觀察它 我細細的寫出來 大家會覺得很有趣 所以我就開始來寫這些東西 比如說酒應該怎麼喝啦 甚至最近我在準備要寫第三種 台灣的第三支藥酒 就是補利康 只在台東產出的 因為一般的 台北你是買不到的 有很多人喝了一輩子藥酒 不知道有第三支補利康 你如果說第一本的話 就是勞動和尊嚴 到底為什麼勞動者在社會上 受重視的程度這麼低嘛 做工的人 所以我就說做工的人之後 這本是勞動和尊嚴 做工的如何生活 他們有什麼樣的習慣 等到到第二本的時候 我想要擴大一點 我想要談的是階級 還有歧視 為什麼這些人明明在 我們卻沒有去 比如說規範 或者保障這些人 這工作 好像九處小姐 工作權基本上 你就完全不知道該怎麼保障他 對嗎 那我在寫裡面也是 有一些工商意外 有一些清潔工基層的 他們的生活就是 你看了之後你知道很難受 可是你暫時 你可能看到 你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我們接觸的和理解的都還不夠 就算我已經寫到這樣 我自己都還是無力的 所以這兩本書 我說一開始可能是勞動和尊嚴 第二本就是階級和歧視問題 第一個是我越寫越順嘛 我可以越快速來寫 第二個我越來越知道 我想要寫出什麼東西 比如說 2016年的時候 還會等網友吵架 然後今年就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因為懶得也累了 我覺得在吵那些沒有意義 作者終究是用作品說話 你應該面對的是群眾 而不是 一直對你有意見 或者是無法溝通的人群 你可能要盡可能把你的文字 交到願意聽的人手上 對 比如說好了 有一些人說他什麼東西 就是有一些不要給小孩看 最明顯就是 反同嘛 對不對 那可是你覺得那樣真的好嗎 不見得 你早一點讓他看到 這個社會真實的面貌 很可能他心裡會轉背 不要把孩子想笨了 他們比我 連任何時候都比 原本的教育者設想的 還要早接觸 各種不同的議題 你看看現在大學裡面在講 老權的 再看看我以前讀書時候 老權我根本就自缺 根本那個時候根本沒這些東西 那現在這個時代 我們可以做給下一代的就是 盡可能把真實的東西 呈現給他們 讓他們 比我們聰明 比我們有價值 比我們有利 你知道教育偉大之處就是 因為我們活的成年人未必有救 我們希望他們更好 所以把資源丟在他們身上 希望在下一代 我能做的是把真實的東西交出來 文化一定和你們的生活最息息相關 比如說如果你今天說台灣的美食文化 第一個要講就是排骨放在雞腿放 為什麼 因為它大起小樣都有 台灣每天都吃 對 那為什麼它叫文化 因為它已經成為我們基本上的選項 已經變成我們生命 或者是生活中不可獲取的一部分 這個時候它是文化 可是自然而然最真實 最每天接觸的 你最常忽略 你不會認為我們每天吃的便當是文化 直到你去國外看到其他吃的東西 實在不怎麼樣之後 你才會知道自己好 文化這種東西你要推廣行銷 你要認識 你要先知道自己是什麼 為什麼我們喜歡我們接受 它有一定的土壤 好 一樣的狀況之下 你要知道我們自己的選擇 其實就是最好展現給他人的 就連夾花花店好了 夾花店是一個台灣現在 適應之下很特殊的文化 它必須要在治安很好 所以電力供應非常正常 然後沒有太多惡性的攻擊或破壞 之下才有可能隱身的一個機會 對不對 可是我們一開始面對自己的文化 總是會覺得習以為常 就會破壞了看不起 那是我們自我貶低 代表我們對自己所製造出來的 或者是我們產生的商業 習慣價值觀 都還沒有認同 我們還在看別人 沒有想過自己是什麼 以台灣文化來說 我會說大家先看自己生活中 最常接觸的東西 那就是我們的文化 便利點文化 夾娃娃文化 中午吃便當的文化 這些東西都是最好推廣和行銷的 我應該會告訴大家說 如果你要 你要讓人家覺得你這個東西是文化 是值得行銷的 是你要真實活在裡面 而且你本身和這個東西 比如說我們要推廣的內容 要產生高度連結 我每天都吃便當 所以我自然告訴你 這個叫好便當 那這個時候只要告訴外國人 或者是想要接觸的人說 為什麼我們都吃排骨雞腿便當 因為它好吃 因為它便宜 因為它配色好 我們還有小菜 營養又均衡 這種狀況之下你就會很棒 對 還有你還要愛上你自己的文化 你要真實的接受自己 接受自己的文化 接受自己的好處 長處 短處 你才有辦法推廣給人家 任何的推銷 最後都回到你 是不是真正喜愛 你要這個人很有梗 人家才覺得這是真的好東西 首先你要知道你有哪些東西比別人容易 比別人強 然後哪些東西做不到 比如說外語能力很差 我不可能像顏哲雅社長一樣去看外電的東西 我也沒有辦法像那個狼宣 或者是我們其他的什麼 一些跨國際丁學文之類的 去告訴你國際世界 我也沒有辦法告訴你中美貿易的內容 可是在台灣文化裡面 台灣人怎麼生活 台灣勞工做什麼樣的日子的時候 我比他們強太多了 對 因為我就在裡面踩著 自然而然 我可以馬上告訴你 為什麼蒙甲這一帶 他們到現在都有漏咒一碗十塊 一碗十五塊的習慣 因為他們本質上 這也認為說 有些東西不可以漲價 讓所有人吃得起 這是一種善意 然後發展出來的文化內容 當我這樣講的時候 你就會突然覺得有文化的價值 它有背後的民俗 價值觀想法 引申出來的結果在那面前 可是對他們來說沒有 所以我自己很清楚知道說 如果你今天要講國際 講跨國 講經貿完全不行 那不是我能講的 但是如果你今天講的是庶民生活 一般人過的日子 經濟變化裡面這些人怎麼被淘汰 我比任何人都還要 一般的人來說都還要有優勢 我會說那是因為職業師 我的工作需要 結果是我先訓練到會說話 才會寫字 什麼叫會說話 是會對不同的人說 同樣的內容 我今天跟工人說 你今天的工作目標 就是把磁磚全部貼完 然後把地板全部都用海邊插過 可是我不能跟業主講說 我今天對師父講什麼指定 我要說 我今天工作紀錄就是磁磚都貼好 明天可以踩 他立刻就會知道一個感受 我阿登公司的迴發進度是準備要錢款 持款這一塊完成之後 準備我們這邊就要收尾 只剩天花板 所以我知道對不同的人要講不同的重點 這導致了我在書寫的時候有幾個特性 我可以針對一家人同樣的事情 用不同的方式去表達 人家會感覺很完整 很面面俱到 這是我的強項 這就是為什麼我的職業裡面會訓練出這種結果 那這也反映在我的書寫 我的生活裡面 我是一個工作和環境裡面被訓練說 一定要別人聽得懂我說什麼的人 否則我不能管人嘛 對不對 我和一般的 比較有地位的人不一樣 他們講得人家聽不懂是你們水準太低 我身為監工 別人聽不懂是我的問題 所以我必須被訓練成這個樣子 以後的角度來說就是持續寫 然後看看這個社會缺什麼發生什麼事件 或者是有沒有什麼東西是沒有人寫的 最重要是這一點 如果今天有一個議題在那邊 很多人都不關注 或者從來沒有人關注的話 那我覺得那個是身為寫作者 應該自己要去撿起來的 對 如果沒有人要寫 我們就應該要趁自己還有名聲的時候 把它拿起來喚醒大家注意力 越是邊緣性的 越需要作家或者是書寫者去關注 首先第一件事 如果你是一個書寫者的話 最好關注一個議題 因為現在的第一件事是你要先活下去 很可能你不可能 你沒有辦法第一本書就很紅 所以你可能要寫三四本 才會有人認識你 這個時候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 先有一個工作讓自己活下去 然後再來是剩餘的時間 你盡可能的只專注一個主題 在你還沒有辦法用 完全靠書寫或者是創作養字以前 你就先專注一個主題 從一個主題重複創作久了之後 你可能會越來越強 變成那個主題的專家 這個時候你再開始去找出版社 或者是其他願意用的影片啊 相片的人 你就開始合作機會 比如說你如果都拍移工 你拍到一萬五千張移工照片的時候 你可能就被移工攝影大師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合作 對那我覺得這個是最基本的就是 你要先養活自己 然後要想辦法 在一個領域上面 先讓自己的能力 變成可能type 1 或者是很有特色的 這不難真的不難 但是要一點時間 你只要一個領域 花很多時間去經營 你會變強 比如說我們舉個例 台北市100家牛肉麵大評比 你真的拍100家牛肉麵的照片 然後寫出100家牛肉麵的心得 每家寫200字 你就變台北牛肉麵第一打人 這一點也不難吧 對 可是你要花時間 你要持續的做 大部分人是不知道該怎麼樣做 可是如果你真的找到一個目標 你真的願意花時間投入 是可以做出成果的 好第一個就是我在網路上 一直寫這些廢文有沒有 那有一天就 朱亞軍就傳訊息給我 那傳訊息給我 我就看說 他說他是寶瓶花的總編輯 社長間總編輯 那我就看一看 我好像真的臉書 帳號有八九千人追蹤很厲害 就說好 然後我就答應他出書 那我答應出書 就開始跟他討論說 那我應該怎麼寫 哪些主題比較好 那一開始他的反應是 你都把稿子交過來就對了 交久了之後他就會說 哪一篇情感太泛 哪一篇情感太濃 哪一篇他希望我怎麼樣可以客觀一點寫 你必須要有可以信任的專業人士陪著你 你會進步的比較快 比如說我曾經文字裡面有沒有 只要分兩天寫 那第一天最後寫的文字 他第二天一開始寫的 兩段是一樣內容的 只是可能說法不一樣 所以有一個編輯他幫你改一改之後 你就會文字進步 經驗的速度會提升 那他教你一次兩次 你也會進步越來越好 對 畢竟你要想就是總編輯 當然總編輯 他一天要看退多少稿 對不對 有多少人沒事要拿捧著書 要拜託他出 他可能就關退稿 這東西要看多 也知道大家會犯什麼錯 有專業的人幫助是很好的 那我因為第一本書合作很愉快 所以第二本書當然就繼續合作 你不會去 就接過好玩是好 所以你找同樣的合作夥伴 通常是最穩定的 所以我第二本書也給他 如果有第三本應該也都同樣 是交給他們這樣子 那是第二本書的 第一本書因為寫得太快了 就是他來還沒什麼退有沒有 他只說這些不大好 就同心又 就一口氣又丟了N篇給他 那第二本書就產出比較慢一點 所以他會說這個寫得不好 我就重寫重寫重寫 就不斷的產出 就他們其實 我和他們合作比較好玩的是 他覺得稿子還要 我就會再不斷的瘋狂的寫出來給他 他們會說好聽 那我們就決定停下來 否則我就是一直在家然後閉關 就不接受邀約採訪 躲起來然後款寫母寫拼命寫 那稿子就會不斷的有沒有 比如說今天一篇 明天一篇 後天一篇 一個禮拜四篇丟出去 一個禮拜三篇丟出去 那出版社會覺得說 一直都有公稿就很安全 對嘛 如果今天是一個編輯 就是人家等於稿子 他每天都有丟稿子等於 你就覺得很安心 對大概是這樣子 簡單來說就是我 如果今天寫到有點閃的時候 我就跑出去外面趕快去找師父們 比如說車上有兩把開三道稿 那去點他們用 如果說我最近覺得有沒有 實在很煩 覺得太大量曝光 我就會找一個人靜一靜 自己一個人躲起來寫作 有的時候你還是需要獨處 比如說演講 講太多了 你就會想要自己一個人靜下來 緩一下 那對委員這些都很重要 就如果你太近 一個人太 一個人自己生活慣太久的話 你會變成說 你寫的東西和社會沒有連結 沒有溫度 沒有共感 一個文章沒有共感 就沒有用了 那有的時候反過來就是 就是當我寫的東西太滑動渠窮的時候 我需要冷靜下來 我需要冷靜一下 我需要冷靜一下 遠離一下人群 才不會寫出一堆梗 然後問題是一點深度都沒有的文字 就像PTT文一樣 觀察我看得到的東西 觀察我所看到的環境事物 或者我其實是每天生活 我假設大家會說觀察你怎麼練 我說第一件事 你可能要有自己的交通工具 你很開車 會開車之後觀察力就會自然提升一些 會騎機車會開車 你觀察力一定比不會的人強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你要跟不同的人接觸 我指的接觸不是上網去看人家FB 你要真正跟不同意見的 真人接觸 然後你對人啊 對人的存在 對人性 你的看法就會越來越厚 現在比較多是因為移工的曝光越來越高 然後加上他們人口人數越來越大 所以開始要重視這個問題 過去是因為他們人數還不夠多 然後問題還比較少 加上我們對於人權意識還沒有抬頭 就覺得可以對他們可以不用那麼好 現在開始發現說 我們真的把他們當人看了 就我們會覺得他們是偵測的人 然後我們一樣 我們會開始有同理心 對台灣人現在開始媒體或個人 對於移工會認為他們是人 會認為應該要有同理心 所以開始這個成為一個問題 我們會開始思考 開始慢慢對待 能不能好好解決 這是我認為這幾年的轉變 你來想一下最明顯就是 2003年的時候 馮沐翔那一次費用事件 對嘛 強包 然後打了官司大十幾年 最後只關了80天不到就跑出來 可是如果已經是現在發生 可能事情不可能 沒有辦法這樣子處理了 十幾年和現在差了15年 所以15年內台灣是會有變化 今天任何一個政治 政黨如果發生像峰沐翔事件 那我相信那個政黨就滑掉了 可是過去這件事 好像對新黨沒造成什麼壓力 人權是這樣子 就是大家開始發現說 其實都是 大家都是人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接受 你就會開始面對 我認為會慢慢的 越來越多這樣的聲音 因為在15年想講 移工權利有沒有 那大家還是用非我族類滾出去 那現在會說 大家都會把他們當 同樣是勞動者看 因為發現我們自己也是勞動者 所以這個聲音開始出現 我對這個是保持比較樂觀的 現在狀況就是 其實政府會利用 比如說開放移工 讓你使用移工作為手段 那這個手段的結果是造成了 單純出動勞力的人 他的收入大幅影響 因為我們認為有些職業 我們到現在的社會 還不認為需要被保障 比如說純粹出動勞動的人 我們社會制度就不保障 我舉個例好了 你不可能因為缺警察 就叫移工當警察 你不會因為缺法官 就要移工當法官 你不會因為缺醫的時候 叫移工來當醫師 那為什麼工廠的勞工 和工地勞工可以 因為你不認為他們的 出動勞力的人 他的工作和他的環境 需要被制度保障 因為他們出事死的是他們個體 所以和社會 你覺得可以犧牲他們 這是整體社會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面對的問題 我們認為醫生 法官 警察 可能他做得不好 外部會影響到我們 我們不認為 勞工死在工地 會影響到我們 這就是社會 我們還沒有文明進展到說 把每一個職業都平等對待 我們還沒有 我們必須先承認 對 所以當政府 他反映的是台灣社會人 還沒有重視到出賣勞力者 他們的工作尊嚴職 和保障的時候 我們就還會 犧牲掉存逃動者 那移工替代 那當然我們對移工 基本上是 國際是說是奴隸制度 我們說的是移工制度 其實就是奴隸制度 就是請過來不能換雇主 居住權利受損 沒有任何的公民 或者是選擇權 所以我們其實就是一種 敘奴制度 那目前為止還沒有 還沒有說台灣人都覺醒到說 這是奴隸制度 很可能還要在20年 30年 40年才會認識到 其實我認識會讓移工有沒有 有自己的休閒空間 然後或者是有週休二日的 沒有幾個 那大部分對移工 因為畢竟有沒有 請來就希望他多做多一點 還是比較多 所以認識沒有那麼多以前 我們還是會看到說 他們普遍而言 就是76%有做過一調查 76%全年無休 那大概有差不多20%有沒有 是週休一日 然後能夠週休二日 大概只有5%不到 所以我介紹那個 就成為那5%中稀缺的存在 很稀少很特別的雇主 就好像麒麟獨角獸一樣的老闆 那代表什麼意思 台灣人普遍請移工 給他們勞工條件還是差的 對那是我們的文明還沒有到 我們現在知道那是文明 那是應該要達到目標 但我們因為自私貪婪或者是 我們想把勞動或者是辛苦都往他們身上推 我們自己也是管勞辦 所以他們還是很辛苦的活著 那我那一次的介紹事情 就成為一個傳奇 我覺得蠻悲哀的啦 如果你說我介紹一個 給他們週休的日 不會叫他們加班 他有一個固定的小小的空間 可以住的 那就代表大部分的一共是沒有的 就有環境惡化啊 比如說你今天一個工作請不到人 人跑掉 他大概只有三種可能 第一個就是錢太少 第一個是太辛苦 第三是危險 那你如果讀過工程管理 商業管理 企業管理 或人力管理 隨便一個管理 你只要上一堂課 你一定會知道怎麼改變 錢少加錢嘛 這是廢話 太累你就加人嘛 這也是廢話 危險你就加重管理設施 或管理人才 或管理設備嘛 對吧 這都是廢話 可是因為你現在引進便宜的人力之後 你覺得他會改善嗎 不會嘛 他有便宜替代品的時候 他不會改善 所以產業也不進步啊 你覺得我們產業有進步啊 沒有嘛 你看看我們的YouTube 對不對 他產出的就是電視節目 他居然把電視節目打趴 代表電視節目十幾年都沒有長進 才會讓YouTube個人小型的創作 打趴電視台裡面的節目 這就是現實 就是我們太久沒有進步 以廉價化的差異下去競爭的結果是 我們會被國際打趴 像YouTube成為可能台灣收視率最高的作品 代表我們的電視台沒有一個人競爭 沒有大成本 沒有大製作 沒有好劇本 沒有好內容 連搞笑能力都輸得網紅 對 一樣的情形是 像移工他們這樣來 你認為一直使用移工的工廠 他會有自動化可能嗎 他自動化速度會變慢還變快 一定變慢啊 他的管理階級會變精英 或者提出新的方法不會啊 所以就越來越差 那我們飲鎮止渴嘛 任何時候就是 除了本身我們很難改 立刻改變的制度收入以外 我們得的尊重或包容 理解會比較快 個人的包容同情理解 尊重是馬上做得到 而這些也會改變他們的感受 你要讓他感覺幸福 當然能夠最快速給他錢當然很好 如果不行的話得尊重 得理解 得包容 得同情 我覺得效果也會很好 這是你立刻可以改變的 以這本書來說 我希望大家看一下 然後想的是 你有可能變成書裡面這些角色 你有可能被我寫進去裡面 因為 所有的個案 其實都是通案 而這些問題 可能千百年沒辦法改變 它還是會發生在每一個人身上 任何一點差錯 一點病變 一點身體的不適 或者一點你本身外部環境條件的惡化 你有可能變得更糟 對 那我覺得如果你看到別人的人生的時候 去想一下 你能不能做什麼 你能不能包容多一點 你能不能少一點苛責 這可能是馬上可以得讀著的 有機會 選一圈 劍